現在追求最高、更快、更強的群體 可不只是那些正在巴黎比賽的奧運選手 在科技的領域,包括了AI、包括了超級電腦這些東西 現在也都被強大的國家是極度看重 不但要保持領先,更是要打壓對手的可能性 這些都是重要的戰略 可想而知,也是美國跟中國兩個超級強權 科技戰之間的重中之中 因為這個超級電腦關乎了複雜的運算根本 對未來無論是科技、經濟、軍事的方方面面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從目前公開的資料來看 我們全球最快的速度電腦大概都分布在哪裡呢? 來,地表最強500台超級電腦排名 我們看到大部分目前是在美國 微軟也有,然後包含日本的附越 也是有一些相關的超級電腦的設置 所以美國跟歐洲超級電腦都很多 那大家說,中國超級電腦不是也很強嗎? 但他們有在嘗哦,不想公布 因為怕被美國還有歐盟這些西方勢力進一步去打壓 而美國現在按照第一名的這個狀態 也是我們這個總統參選人 川普他的最愛馬 讓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不過在超級電腦現在的發展 美國真的是有這麼偉大嗎? 我們請教一下議員 你剛剛講超級電腦,我特別跟大家講 你看很多的這個電影,國內外的影片都可以看得出來 哇,那個在情報界超級電腦可以上通衛星 然後這個在空中還可以指揮這個無人機 無所不能 然後還可以提供情報人員在地面上的 有很多的這個位置,GPS等等 然後你在哪裡,然後如何如何 然後你還可以用手戴上那個特殊的這個 好像眼鏡,護目鏡一樣 就好像AR、VR可以虛擬實踐這樣翻開來翻開來 這個,然後還可以讓這個電腦好像有一個管家 比如說史密斯,你現在告訴我在哪裡 鋼鐵人那個管家 我現在有多少的距離 然後我還剩下多少的電量 他都可以完完全像一個秘書一樣告訴你 這個就是超級電腦 以前運用在軍事科技情報 我跟大家講或許是比較民生方面 我們台灣人包括我在內 會愛吃滷肉飯,愛吃豬肉 那你要知道以前畜牧業 他們農民在養豬肉的時候 大家通常從小豬養到可以稍微不錯的品種 你可以判定它的這個狀況的話 你大概需要三個多月的時間 有了這台超級電腦 你要知道它如何去比對它的基因地序 只要七天 你看從三個多月到一個禮拜 差很多吧 所以台灣擁有很多的得天獨厚的科技優勢 包括我們有護國神山,我們有半導體 我們有很強的晶片 連輝達、蘋果、特斯拉都要來找我們合作 那當然我們一定要往前面擠 但是不可置疑的 就是剛剛金條你講的 美國跟中國在這方面是 這個兩大科技強權在對抗 可是你現在來看 全世界現在有500台 能夠排得上 現在這個名單是每半年公佈一次 現在最新的地表 可以搶500台的超級電腦排名 美國呢 它佔有161套 中國大陸大概是104套 但是如果你看前五名的話 他們超級電腦的次數 從1961年的時候 當第一台超級電腦問世 它的演算次數呢 它的單位是以每秒百萬次的演算次數來計算 到了1997年 它的單位就是從每秒百萬次變成每秒兆次 一兆兩兆那個兆 上升到天文數字 到現在2024年 我跟大家講數量多少了 有些討論的學術界是用億億次 就是億萬年的億億 但我就跟他講不要那麼複雜 就叫千兆啦 每秒千兆 現在的單位是叫每秒千兆 所以會衝稱它的一個單位叫做 每秒伏點運算次數 那美國的這個 這個叫橡樹林國家實驗室 它的前沿電腦 超級電腦 它的每秒運算的這個 伏力運算次數達到多少 1206 那第二名也是美國阿拉共國家實驗室 它的歐羅拉系統的超級電腦 它達到多少 1012少它這個196 那接下來第三名還是美國微軟的 它的EGO 它的EGO的雲端服務的超級電腦 它達到多少 679 那日本的服務業 它在這個每秒福利運算次數 它是達到442次 那芬蘭的這個系統 其實芬蘭它是歐盟 這個你看第五名芬蘭 它其實是歷屬歐盟的 這是以芬蘭為主 所以芬蘭瑞士都很強 因為接下來也有瑞士的 所以芬蘭是達到379 所以你從1206到1012 然後到這個600多 然後到這個442到379 你就知道說排下來 台灣大概是100多 然後也是排到後面 但是沒有辦法擠進前五名 算力還是以美國跟歐洲為主 對 美國跟歐盟 那日本以前 這個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 97年到99年 日本以前是前三名 那美國第四 然後第五代比如說瑞士這樣 那還有第六義大利芬蘭這樣 可是沒想到現在是美國把這個日本給擠下去了 但中國其實迎頭趕上 那全球超級電腦專家就有提到 他們在預判說中國搞不好已經製造出速度更快的超級電腦 超級機器 比如說他們這個星核這個系列的這樣一個超級電腦 只是他們不願意對外公佈 在場 為什麼要在場呢 因為2019年 包括在川普當美國總統的時候 他是不是跟美中開始掀開了貿易大戰跟科技大戰 對 美國從現在從川普到了拜登 他就是對中國實施經濟跟科技的封鎖 只要知道中國的這個超級電腦或是晶片是從誰供應的 包括輝達 包括蘋果 包括誰 哪一個供應鏈 我就封鎖你啊 我連你半導體那個晶片的這個光科機啊 我都可以刁難你 全部拿來教訓你 所以當中國本來集集營運說 我們也很強啊 我們如何如何 那可是一公佈呢 可能引來美國更進一步的科技 唯獨你的限制 所以中國的官媒新華社 雖然說中國已經奪得了世界第一 但是有人就看笑話說 世界第一把你的成績拿出來 你的算力規模是達到多少啊 你的超級電腦怎麼樣 講一下嘛 所以他也很矛盾 他又想承認自己世界第一 但是又怕被美國跟歐洲聯手來制裁 聯手制裁你 你的東西 你的零件 畢竟中國有很多東西 還是要靠美國跟歐洲的 歐盟的一些零組件 還有包括半導體跟他們叫芯片 我們叫晶片 那如果這方面抽了他的後腿的話 你怎麼下去 但美國的田納西大學有一個教授 他就認為說 我剛剛講的全世界第一名的超級電腦 是美國的那個像素領國家實驗室的前沿 但他認為說前沿不是世界上 出入最懷的超級電腦 他認為說前沿建造的成本 的確是達到一台就六億美元了 他很大 他相當於兩個足球場那麼大 你看兩個足球場 其實比我們攝影棚都不知道大幾倍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這麼大的這個前沿超級電腦 他每年的電費耗支就兩千萬美金 光是你想想看兩千萬美金 還好美國不缺電 六億元台幣 所以電費六億元放在台灣的話 被罵死掉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美國不缺電 他就這樣用 所以台灣 我剛剛特別講說也有五塊的超級電腦上榜 只是沒有辦法前五名前十名 他大概在 你說要前五百名的話 他也有啦 比如說中央氣象署 他的是這個 其中一個超級電腦是69名 台灣三系列是台灣三一號 台灣三二號 台灣三三號 台灣三的系列在我們的科技部長之前的陳良基 2017年的時候 然後他就有這個特別在播 一年五十億元的預算去提升他 所以台灣三從一號到二號 現在有三號了 他排名第86 中央氣象署還有一台超級電腦 是排名到140 那揮答 甚至之前黃仁鑫來台灣的時候說 希望可以跟台灣的這個中央氣象署合作 把我們的這個超級電腦的這個GPU 他的這個影像分析 包括像颱風路徑圖 我們以前的探測範圍 大概是在25公里 中央氣象署有這些超級電腦的時候 希望能夠再進一步upgrade 提升到研發範圍 能夠縮到兩公里以內 你想想看 25公里到兩公里內 你不管是颱風還有天氣預報 你的準確度 精準度會提高 那未來如果黃仁鑫的回答 願意跟我們合作 他是說搞不好 兩公尺到十公尺內都可以 我從公里變公尺 那精準度誤差範圍就更小了 沒錯 以後這個凱米來 我們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防備了 那你對降雨量的預測 颱風的這個路徑 颱風的這個整個狀況 精準度誤差真的會很小 那當然我們台灣還有一個 這個國家高速網路的計算中心 它的這個系統是名列222名 台灣33號就我剛剛講的 它現在是排名417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前500名 我們台灣的超級電腦 一定要有上榜 那前一站子 輝達不是有講說 他們在高暖園區 就有這個Type One的這個超級電腦 也開始要這個準備要 擠進這個前500名的支列了 那現在鴻海集團據說 他也要砸聚支 他的這個狀況是要跟輝達買64台的 他們GBU GBU的這個 他的GP200型的這個64台的機櫃 那是很高級的 輝達目前是GP100 那最新的最尖端科技的是GP200 GP200的64台機櫃 他等於超級電腦的演算勢力會成為 原來輝達在高暖園區所投資的那個 他現在的超級電腦的快 他的運算這個速度啊 他的是他的六倍 再六倍 再六倍的話 那他是預計2026年 也就是大概兩年後 鴻海在這個 等於Type One旁邊 他有一個六七百坪的土地 所以我就跟你講 超級電腦你要放他的空間 都是幾百坪以上的規模 所以鴻海砸了那個錢 他到六百多坪的 就在Type One旁邊的話 Type One是這個 目前NVIDIA的超級電腦 所以你就看到其實台灣也有 很有企圖心 想要把我們自己的超級電腦 不斷透過這些國際的大企業 因為全球包括微軟也好 Meta也好 特斯拉 蘋果科技啊 還有這些所有大大小小 亞馬遜你可以想到的大企業 大家都在砸重本 然後集資做超級電腦 包括美國政府 各國政府也是 台灣政府也是 所以當我們超級電腦 不斷的去研發跟提升 甚至跟國際大企業合作的時候 中國大陸是很強的 強到什麼程度 生不可測我不知道 但起碼我們台灣 努力向上 我們也會有我們自己的超級電腦 供應我們的軍事科技航太 還有氣象 還有包括這個民生方面的這個問題 解決我們這個科技業 我們的這個精英 能夠投入在這方面的領域啊 確實就像議員說了 其實不管是AI的浪潮 還是超級電腦的浪潮 台灣都不能缺席 所以剛剛我們也提到 包括了像輝達 NVIDIA 包括像鴻海 他們都打算在高染源區呢 來投入資源 超級電腦要做出一番事業 不過我們再次要問幹哥了 要請他好好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作為跟這個美國抗衡的資本啊 中國這邊對超級電腦的同步呢 現在看起來就像是鴨子滑水 表面上無聲無息 私底下暗潮洶湧 因為公布越多嘛 就可能像剛剛議員說的 可能會被美國跟歐盟聯手制裁嘛 不過他們現在做的這個天河三號的原型 已經開到第三代了 以及這個神威系列的超電腦 到底有多厲害 從2015年開始 美國政府就開始非常的注意 注意什麼 注意英特爾 你不可以再把高階晶片 賣給中國了 到了2021年的時候 好 我們的台積電 還有三星都被警告 絕對不可以再賣 那怎麼辦呢 中國怎麼辦呢 它自己要自謀深入對不對 好 因為這樣自謀深入 到了今年 我跟你講NVIDIA 回答就是也是不敢的 都不敢的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說他們還能夠造出超級電腦嗎 我們聽聽Dangara教授怎麼講 剛剛我們講 田納西大學教授Dangara 唐卡拉 他其實是計算機之父 可以說現代計算機之父 為什麼 因為全球500大電腦的排名 就是1993年 由他跟他的同事們 一起開始舉辦的 所以說這個電腦的超級排名 坦白講已經有30年的歷史 那麼久了 結果Dangara他最近 他參加了一個叫 哥登貝爾獎 哥登貝爾獎是電腦計算機裡面 百萬大賽最重要的比賽 他有14個中國的研究人員 被哥登貝爾獎頒獎表揚 當然有很多 不只他們 但是中國就有14個了 14個了 這14名出來受獎的時候 哥登貝爾獎的典禮上 Dangara他就直接問 那一些專家 他說外界都很好奇 你們中國現在的能力 到底到哪裡 湖裡賣什麼藥 對 我們所知道的前沿 Frontier Frontier就是像素領 國家實驗室的這個超級電腦 兩座足球長那麼大 你知道他的速度 剛剛靖平有大概講了一下 都是天文數字啦 觀眾朋友也不用去記那些 他是1.9百億億次 我現在跟大家講 也就是1.9加20個0 大家就大概知道 是什麼意思啦 來以想像 結果你知道他在跟那些 中國專家在聊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當他們提到非常重要的 外界都聽不懂的數據的時候 他突然驚醒 他說這樣子的話 中國也有百億億次的超級電腦 不會輸給像素領的Frontier 不會輸給這套名單上的人 而且大家知道 現在已經公布叫天河二號 但是天河三號大家看不到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邊寫得很清楚 天河二號百億億次超級電腦 但天河三號他會不會 他 Dangara他直接認為說 一定會超過我們所認知的範圍 然後他還有一個神威 神威系統 不止 那個 靖喬我告訴你 其實神威系統是他們最新的 他有神威太湖之光系列 他還有一個最新新的 也就是說 只有聽到樓梯 還沒有看到人走下來 指紋其身不見其人的 那叫海洋之光 海洋之光 挑戰三百 就是三百億億次 就是說挑戰三了 那就要蓋過那個前沿電腦了 我們大家知道 大家都看過這個絕地救援嘛 你看到那個麥特丹萌 然後是用昂數星超級電腦 要跑了多久你知道 跑了大概一個晚上 才把那個數據跑出來說 我們要去救那個麥特丹萌的話 我們要繞 不是不是 你不是說你現在從那個 回來地球的途中 又折返 不是 是飛過地球再飛回去 他光是計算那個 總共好像聽說是花了18個小時 才算出來 聽說這個天河三號 或者是那個海洋 就是說海洋之光 海洋之光 它可以在多快的時間 它可以在差不多三個小時到五個小時 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是已經透露出來的訊息 那遠比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前沿電腦 要來的強的多 強一倍以上 所以但是為什麼通通不能講 這個500大電腦的評比 中國這兩年不參加 你知道為什麼不參加 我再參加的話 我所有的晶片來源通路 通通這種高階晶片 通通會被砍頭 被砍頭了 被封殺掉 沒錯 所以中國大陸它到底是從哪邊所獲得的 也就是說他們自己國家級實驗室 你知道他們有幾個實驗室嗎 他們有無湖超級電腦計算中心 廣州 上海 還有無錫 它很多個 非常多個實驗室 就跟美國的情況是一樣 我們說現在進到了AI人工智能的大時代 那麼就來看Google推出的人工智慧引擎 Gemini 它也是一種AI的中文版的這個助理呢 最近根據外媒的實際測驗 在回答中國大陸的相關敏感議題的時候呢 Gemini所給出的答案是高度契合了北京的官方論述 怎麼說 比如呢 他會說出 習近平是卓越領導人 帶領中國人民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勇前進 另外他也會批評這個佩洛西到台灣來訪問這件事情 而這項測試結果當然也引發了美國眾議院 特別是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的議員 叫做克里什西木納的關注 他就呼籲西方科技公司應該要加強過濾 訓練AI的資料 但是我們都知道AI其實就是大量的學習 它是自主學習 你給它什麼資料 它就學習什麼資料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看到 因為在簡體中文的網路上面的資料量實在是非常的龐大 那請問一下老師是說 AI學習的時候要怎麼樣避免被這些資料影響 因為現在看起來未來AI發展是大趨勢 大國之間的AI話語生成權的爭奪 你怎麼看 說實在現在提到的AI 其實目前現在題目講的AI其實是語言型的AI 那它其實就是靠著去網路去爬文章 因為可以看到這一個是Google做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微軟做的 那他們就是靠著收集網路上的資料拿去做學習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丟什麼東西它就吐什麼東西 那大陸非常好玩就是說 國外的收得到大陸的資料 但是大陸的收不到國外的 大陸國內收不到國外的資料 所以變成說他們自己生成的 他們自己的AI系統會非常的乾淨 非常符合黨的意志 然後因為講中文的內容 基本上就只有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 然後繁體中文的資料數又遠遠少於簡體中文 這就是會爆出像是去年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中文院用自己的開源的系統 做一個類似拿一個計畫小小的 然後去打說中文民國總統是誰 然後就跑出習近平 就會發生出這樣的問題 因為畢竟你講中文資料 還是以繁體中文大眾 可是因為這是Google啊 就是Google的AI的中文版 Google的AI可是問題是你在網際網路上 讓你收中文的東西 大陸的東西你都收得到 所以就以量來講的話 就是以中國大陸這邊的簡體字版的資料 遠遠會大於台灣這邊 我們講說繁體中文的 我們講簡體中文跟繁體中文 那所以台灣要怎麼樣避免被邊緣化 所以在去年那時候的政委兼國會主委吳振忠 就有推出自己的所謂的 叫做類似台灣的主權性AI 現在叫做TAIDE 然後它的語言模型 就是用我們自己台灣的資料 然後去做訓練 包含我們的所有的教育部的內容 或者是我們一些點擊 或是一些我們的什麼錄啊 完全就是讓它在一個台灣 所有內容的一個環境下去 把它建立出來的語言模型 那現在這個語言模型 其實是有開源給政府部門跟一些民間的人 如果有興趣的話其實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那目前台灣的話是用這個方式 來去做自己的一個AI的語言模型 OK還是說有一個方法是這個把台灣這邊 大量的繁體中文資料把它簡體 就是轉換成簡體 成為集中輸入的資料也行嗎 會不會是這樣子 金哥我進去請教你 是因為在中國大陸自己的AI發展上 我進去要來看的就是呢 國際數據諮詢公司 IDC他們發布中國大模型這個市場主流產品 評估2024這份報告 那麼他們從基礎能力到應用能力 總共有七大維度 對十一家大語言模型廠商的十六款 市場主流產品做了實測 結果百度的文心一言 是位在第一梯隊 是唯一一家在七大維度都獲得優勢的企業 那相對之下我們所熟知的 OpenAI的Chat GP54 只獲得了五項優勢 你覺得文心一言 為什麼能夠表現得這麼的脫穎而出 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文心一言 跟其他外來的這個AI的軟體之中 文心一言是整個中文世界 是它主打的市場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了解 中文世界在這個就是這個言語表達 是反映了你的理則跟邏輯 跟其他方面有差異性 然後中文這個思維的複雜的程度 跟中文這個語言結構的深度 其實就是你必須要鎖定 然後專注才能發展得好 所以這個文心一言在發展的歷程之中 不光是只有學自然科學的工程師 他其實也這個就是聘用了很多 這個學語言學或者學文學 還有這方面的社會科學的人 一起來參與 再加上你要了解 就是說現在會用這些東西 它都必須一定是有一定的 基礎教育程度 所以根據基礎教育程度 來設計它的語言 反應跟去搜尋的資料 這個方式是合理的 我們看看那個動物農場 對不對 我們看看這個就是說很多的那個就是 講說怎麼樣去思想教化 去控制這個人類的思維 那個確實是可以做到 包括在現在的社群媒體也是如此 對啊 所以就是說大家蜂擁而上 然後把它帶風向帶潮流 這是可能的 而且再加上人類的意識形態 本來就是三個方面形成的 家庭的教養 學校的教育 跟社會的教化 所以你今天要說是你期待AI去講出一個 就是說高超的智慧 然後去就是完全打破大家的偏見 然後找出真理 對不起 他不是另外一個上帝對不對 你拿個水晶球都不一定能找到真答案 其實OpenAI它的邏輯是 比如說我問中文 它是中文變成英文思考 回英文再翻譯成中文再還給你 所以你的就覺得它的用語會 就是哪裡卡卡怪怪的 OK 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我們的中文的複雜性 因為我們是所謂的Town Language 我們有音調的 這個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跟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自觀不一樣 我們用語調上的差別 音調稍微有差別 就像你說更新跟更新 其實就有不同的這個語意了 今天對的AI 你跟他講媽媽媽媽媽媽 他可能想破了腦袋都不知道 到底在講什麼 但我們聽中文的一下都知道 媽媽媽媽媽媽 所以未來在AI時代其實 接受資訊的 就是每個人其實識別能力 必須要再加強 那說到科技方面 華為鴻蒙作業系統到今天 已經發展將近五年的時間 最新的進展是 6月21號要推出原生鴻蒙版 就是Harmony OS 搭配開源鴻蒙 Open Harmony 所組成的華為大鴻蒙計劃 這個大鴻蒙計劃 大家也在關注的是 能不能夠讓鴻蒙系統的發展 就是超越現在包括其他 尤其是美國的科技 大使怎麼看大鴻蒙計劃 它背後的產業戰略思維 我想它當然是希望能夠 把它的這個應用性 跟其他的這種不同的這個 它這個鴻蒙以外的系統 能夠怎麼樣能夠相容 它自己本身發展的這個 就是鴻蒙本身的APP 它現在已經有五千個了 那不斷的在鴻蒙系統裡面 讓它增加它的可用性跟功能性 不過就是說整個來講 現在鴻蒙系統在中國大陸 今年的第一季的統計 它的使用的人數 已經超過了 第一次超過蘋果 蘋果大概是第一季 大概是16% 蘋果的iOS 鴻蒙是17 這是第一次在中國市場超越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 其實這兩個16、17加起來 一個是第二名 一個第三名 第一名是Android 第一名事實上它拿了68%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成 它必須要想辦法 要增加它的可用性 那當然就是說 現在鴻蒙基本上它就是說 基本上它有一個 萬物互聯的觀念 它有一個1加8加N的 這樣一個概念 1的意思就是手機 這個8的意思是什麼 8就是所謂的螢幕 各種平台 那現在這種平台的話 基本上你就 這種電視也講 平板、手機 現在還加一個新的一個項目 是什麼 就是汽車 車用的這個 整個這些 內部的這些智慧 智慧的裝置 車聯網 車聯網 這一部分 也就是說 很多這一些 不管是 這個電子通信業 它為什麼要進入到電動車業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將來你的整個系統 你能不能跟車子 能夠相容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市場 那很快就會成為市場 所以小米為什麼要投入 那為什麼 Apple在10年前就考慮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華為有 智介、問介這些汽車 所以都是希望能夠 它的這些 它的載具 能夠更多 那華為我覺得它基本上 它目前在全世界 鴻蒙系統來講 它從去年增加了一倍 那事實上的話 也不過從全球的2% 增加到4%而已 那還是有一個很小的 這個最主要它能不能夠 就是說能不能夠勝出 最主要它的載台的數量 就是說你載台的數量 你的那個 終端裝置的數量夠的話 你這個系統自然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打 你不可能靠系統 來打開你的市場 你要必須靠你的這個 終端裝置 來讓你這個系統 能讓人家熟悉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有前景 可是我覺得會蠻辛苦的 蠻辛苦的 現在已經不再是車子了 它是一個大型的 未來甚至可能是一個超級電腦 它就是一個終端 那張老師又怎麼看說 因為當然現在說到的科技 是全 圍堵中國的這樣一個態勢 尤其是以美國為首 那您覺得華為的鴻蒙 會如何突圍呢 如果單看鴻蒙系統 再把它細看成只看手機的話 我覺得目前來說是有困難 那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品牌 那大陸其實很多人 雖然說是口中說愛國 但是實際上它是用蘋果 那其實大家還是覺得蘋果 它是個好東西 它是個奢侈品 拿著就是特別有面子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會對他們的手機的發展 高端的手機發展 我覺得會是一個非常難 跨越的一個地方 那再加上如果單看手機是這樣 那如果再回到剛剛大使說的 你如果把它變成整個 智慧家電 車聯網 跟我的手機通訊 全部綁在一起的話 那可能又要用另外的方式去做解讀 那我是覺得目前的話 它可能只能去取代掉部分的安卓系統 然後來去做自己日本 對不起自己中國的品牌 目前是這樣 未來就是一加八加 按一下大使講的 這是一個紅遠的Vision 就是一個願景 金哥怎麼看 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個任何的可能性都存在 但是商品的市場之中有一個原則 就是數量證明了質量 這個東西能夠大賣 就代表它質量到達一個這個程度 但是假如說真正想擴大這個 因為你那個市場越多 你要這個東西力滾力 然後再加上要滿足這個市場 自然會增強你的競爭力 那與其現在所有的很多的報告 都是僅限於整個中國大陸市場 但是不是每一個都要用高端的手機 不是每一個都要用這個複雜的系統 那未來這個經由一帶一路 進軍南亞或者非洲或者中南美洲 其實那個市場也在這邊要期待 因為他們自己的科技的發展能力 所以說現在的這個是基本上是 表面上看起來是跟歐美在對決 但事實上是在爭取第三世界的市場 因為不要忘記第三世界的新興經濟體 他們的環境也在改善 為什麼要經由金磚對不對 所以說G7在往下走 而其他的在往上走 這個時候誰能夠真正把 新興市場給站住 誰就贏了 對中國大陸來講 其實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利基 就是它有足夠大的市場 可以來做相關的試驗 美國現在在晶片領域 針對中國大陸的封毒動作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7月31號傳出 美方將在8月份要推出新規 也就是所謂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擴展 要禁止多國向大約6家 中國大陸最先進的晶片製造廠出口設備 那受到影響的地區包括說 台灣、以色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不過日本、荷蘭跟韓國的這些關鍵晶片製造設備商 他們是可以豁免的 所以艾斯摩爾還有東京威力科創這些業者 並不會受到美國這項新規定的影響 那美國也計劃將大約120個中國實體公司 要列入貿易限制的名單 包含有6家的晶片廠、設備製造商 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供應商 那還有其他相關企業 雖然現在還沒有辦法確認說 是哪些的中國大陸晶片廠會受到影響 但是外界猜測呢 美國的晶片令就是指指中國最大的Dram製造商 藏心存儲 好看得出來美國 現在是請全力在打壓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加強了出口管制那推各種的精力 但是呢又要避免觸入到盟友 好不過現在呢 看起來打壓效果好像有限 大家在說中國的半導體好像是不死鳥 楊老師您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想要打壓中國半導體的發展 到真的是雷聲大於臉小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原來 我記得非常清楚 在這個2018年以前的時候呢 大陸非常相信這個全球化的這種把戲 會覺得說是大陸的科技的發展的話呢 有關於這個晶片的部分的話呢 交給人家的話呢又好又便宜嘛 所以說呢他做他自己要做的 然後大家可以分工嘛 也輸減一下這個貿易上的壓力嘛 那突然呢美國就發覺說是不得了了 這個事情要打壓 要不准在大陸發展 我在這邊提出四個理由 讓大家一次清楚的了解 首先第一個 我在學校就教科技哲學的 科技哲學本身請大家了解 這個科技不管你多發達 你永遠是這個發現了 你不會發明 只有上帝能發明 這個意思說什麼 意思說呢 這個大家科技上有差別的話呢 只要你有足夠的工程師 只要你有足夠的資源 有足夠的金錢的話 你假以食日都比有成 這個是第一點 大家心裡都明白 所以說沒有人估計想說 中國人就不行 沒這件事情 就是講說三到五年中國才能追得上 這個可以 因為講得非常快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其實本身來講 大家都把距離於什麼 三奈米五奈米 或什麼講的奈米 你知道三奈米是多小嗎 你知道比一個頭髮本身還細啊 對不對 你根本就是絕大多數的科技 像我們現在用到電腦 要什麼的話呢 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大陸現有的晶片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在應用上來講 只是說要達到那種 像是那種非常尖端的科技什麼的話呢 那確實要有非常小的這種科技 但是 因為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說華為的MAT60 Pro的話呢 它基本上 也就是做到了自己這個5G的手機 5G的晶片當中 它也是做了一些科技上的突破 這是第二部分 在應用上來講的話呢 最不用最尖端的吧 好 那麼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它自己的規定 比如說英戴爾的 就是英偉達本身來講 它那個晶片的話 AI的晶片當中 它就做了非常多的就是說 要避開美國的限制 你這邊所強調的 有一些這個 阿斯麥爾的啊 或者說是這個 東京的什麼威力啊 什麼的 他們基本上 就是說是 他們的公司要生存啊 你想想看 這種高科技的公司 你不能夠指望亞非拉的國家 亞洲非洲跟拉丁美洲的國家 來買你這些高科技產品啊 你要指望就是說 又有能力 又有金錢 買了本身 又要能夠轉變成 這個晶片成為這種 進一步發展的 這樣子才能夠賣掉 那你現在阿斯麥爾的這種光科技 能賣給 除了賣給中國以外 能賣給誰 然後呢 這個美國自己都沒有製造業了 那東京本身的一大堆 什麼光科膠 什麼這些東西 原來人家做好了 全球化的一個準備 是全球性的分工 所以我剛剛針對於那個 上次所提到的題目 我再稍微強調一下 原來中國跟歐洲在2011 在疫情之前 簽了一個中歐貿易 中歐投資協定啊 原來都已經是做好要投資 為什麼現在 意大利的梅羅尼 跑到大陸以後 狠狠地把馮丹蘭發了封信 罵了一頓 原因就是說 你這個做法上來講 用政治來引領貿易 用政治來引領經濟的結果 讓人家沒辦法活 因為這些大廠它本身 所涉及到的它的生產的話 原來是屬於世界分工的一部分 它不賣給中國 賣給誰啊 誰有這個能力啊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下 這不是說光吆喝一下 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說這也是 無外乎說的 除了立陶宛 立陶宛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情況 波羅地亞三小國 恨蘇聯恨得要死 為了要追求自保 所以說不行 美國講什麼他都對 那麼講的對沒有錯了 那你自己國家要幹什麼 但是大家要生存的話 誰跟你一起走 所以你說對於這個半導體 就是美國帶頭對中國打壓 最多三到五年 不會有什麼具體的成果 那美國自身呢 我們要來看到這家半導體大廠 Intel 8月1號 他們公布了第二季的業績 不僅這個財報 財測都遜於原本分析師所預期的 還宣布說要裁員超過15% 那也不支付2024年第四季的鼓勵 現在知名的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 他就說真的是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好Intel現在陷入了困境 跟台積電沒得比 而且恐怕會被超尾超車 美國政府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其實都已經在獨厚Intel 那接下來上次哥您看 還能怎麼救 反應他真的太慘了 你知道這個科技啊 AI Intel就是AI的也是一個 包括晶片等等 我都想說我作為一個年輕人 當時在打電腦的時候 Intel像神一樣 你知道這次8月1號他公布之後 盤後之後一度大跌20% 後來修正後來一點點 你難以想像這個真的是 現在涉及到AI所有產業 最近當然比較顛簸 但至少在這一年多以來 是眾人皆賺 Intel獨虧 得AI則得天下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毫無疑問 大家都覺得是整個他的基辛格 他的CEO真的是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問題 特別是在這次8月1號這個大跌之後 我們先來看這個問題是說 到底跟中國有沒有關心 其實當然現在這兩天竟然出現一個 我覺得很荒謬的說 是因為中國開始就在禁 那個Intel的CPU產生影響 我聽說我真的是翻白眼 你要知道中國大陸在今年3月當中 他宣布的是政府的電腦 開始要逐步的淘汰 Intel跟AMD的部分的CPU 為什麼呢?因為政府很多的作業 文書作業跟檔案這些東西 而你要知道在中國大陸 你說對Intel影響很大嗎? 沒有錯 中國大陸現在要拉抬鴻蒙系統 作為中國政府包括各方面主要的系統 但這些剛剛強調都是在作業 有關於政府的作業 你說在商務 你說百度的這些雲計算 他們敢用鴻蒙嗎? 鴻蒙現在的狀態是在作業系統 各方面可以的取代一般的 所謂的這種原來傳統的PC 微軟這些作業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在商業的這種 包括AI運用 你不可能鴻蒙能夠取代 也包括現在CPU跟GPU 自己本身也在競爭 很新很新的科技現在重要 現在很多的最新頂線的科技 不需要CPU了 更不要說你剛剛講微軟 微軟前陣子大家應該新聞都看到 它那個CPU讓很多 全世界有多少的那個 這個電腦全部當機 真的是死去活來 大家真的這一波 我覺得Intel大概有史以來 從城裡大概八字最糟糕的 或者星座最糟糕的就這時候 好 簡單講說我覺得現在 Intel的部分目前看起來 沒有任何的包括中國市場的加持 也欠缺自己在技術 在投資各方面 全世界到處承諾要去蓋廠 像包括德國都承諾 那現在全部都拖延 感覺起來Intel 有點適用破產的感覺 技術核心技術 我們都認為Intel核心技術 還是非常厲害 但是問題是你終究要建廠 你現在在搖晃當中 也希望不要找台積電 先前說不到要代工 後來又偷偷地 又找台積電代工 整個Intel最大的問題是它的搖擺 但是Intel作為美國政府最主要扶持補貼的對象 你補貼一個 你也不能說它現在就是說 不可就是阿斗也不行 那麼但是它現在的這個混亂狀況 我覺得現在這兩天我們看到最新的 已經有一來一多風聲認為 你就要把西遊換掉 整個從頭來重新打過 如果沒有這樣不這樣做的行程之下 Intel大概就只是在 所有一片輝煌 輝打一片輝煌的時候 AMD賺的 跟它競爭對手 這麼賺的行程之下 你就不知道怎麼樣繼續跌落深淵 是 好 我們來看到美國為了要圍堵華為 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取消向華為出口某一些產品的許可證 但是美國晶片製造商高通 在獲得美國政府的豁免 可以繼續跟華為合作 但是華為這幾年被打壓之下 早就已經開始有自研晶片 那講白一點就是華為現在已經 不再需要高通的晶片 好 立正經常請教 你讓這個美國的晶片禁令 傷到的不就是自家人嗎 當然是傷到自家人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 手機的晶片 其實我們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設計 就像是高通或者聯發科 它負責設計這個手機的晶片 所以我們手機 因為這個晶片它可以運作很多 不管是我們去下載APP 或者是計算 或者是網聯 設計完這種晶片以後 那第二個是你晶片工程師設計好以後 你要交給工廠來製造 所以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交給誰呢 以前都交給台積電來製造 台積電來製造以後 台積電自己沒有自己品牌的晶片 然後他就幫高通設計好以後 高通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或賣給Apple 然後Apple他們這個華為 他們再把它裝到自己的 這個設計的手機上面 然後賣給 所以說有一個完整的一個 大家分工合作一個工藝鏈 那現在美國它為了說是要打壓華為 它怕華為壓過這個賣得比這個蘋果要好 所以它就說不准你們高通 或者是這些 還有我美國科技的這些公司來講的話 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不准賣給它 那逼得你華為沒辦法 我手機我必須要賣啊 它後來有一陣子它沒有賣手機 它去發展它的5G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華為它自己可能 它就自己設計晶片 然後設計完以後 它委託誰來製造呢 委託中芯製造 那中芯這個晶片公司 來製造這個晶片來講的話 當然剛開始大家認為說你中芯 這個沒有這種EVD EEDV這種這個 棘子外光機 做不出來高階的晶片 就算你設計的再好 你不見得有這種機器 你就做不出來 但是沒想到 這華為來講的話 中芯晶片 它用這種 這個重複不斷的曝光 就像是我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就是假如說我們照一張相片之後 對不對我們把它放大 再照一張 再把它放大再照一張 那可能良率會比較低 那可能來講的話 它的效果 這個良率沒有說是 剛開始第一次 這個高顯微的這種狀況之下 做出來效果好 可是它不管怎麼樣 它還是做出來 就算是良率低 它最起碼7nm 去年來講的話 那7nm 對華為它所需要設計的手機來講 它的需求已經功能已經確實足夠了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它的Meta60賣得很好 就它故意在這個聯盟多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它在那些突襲的方式來賣這個華為Meta60 讓聯盟多嚇了一跳 大家還戲稱說是聯盟多是代言人 那現在來講的話 華為他們中心科技來講 被逼著又做出更好的晶片 也就是說可能他們的研判 可能有可能做到5nm 或甚至有到3nm的這種可能性很多 就像是院老師剛剛講的 這科學的東西只有說是 你要不要花時間嘛 那你給我時間我慢慢做出來 那或許你現在進埃斯摩爾 到以後會不會有一天 這個中國自己也做出這種光科技 這就很難去預測 也有可能哪一天他自己做出這種光科技 到那個時候他可能1nm2nm都會被趕得上 所以美國這時候讓高通把這個晶片賣給華為 他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不然他就自己做出來了 華為招聘最近在微信公眾號發文 他們表示說要向全球招聘新一批的天才少年 而招聘的要求其實不限學校不限專業不限學歷 但是必須要在數理化電腦人工智能這些領域上面 有特別建數 比如說像是有重量級的科研成果 發表論文專利 或者是在國際頂級的競賽 有拿到獎項這些資歷等等 而根據在畫面當中我們提供給大家 華為公開招聘的條件 給的薪水非常的高 有三檔工資制度 89.6萬到100.8萬 大概是第一等的 最高等的是182萬到201萬 注意這是人民幣 那麼如果是最上層的 這個201萬人民幣 大概就折合新台幣是800萬 招聘的標準當然也是非常的嚴格 一般都需要經過七輪左右的流程來篩選 而這個天才少年的定位是 為世界級挑戰課題 大牛導師 全球化的平台和資源 但這個做法並不是突然想出來的 這是在2019年華為創辦人任正非所發起的 用頂級挑戰還有頂級薪酬去吸引頂尖人才的專案 所以現在看到華為就是要搶人才了 向全世界找最優秀的人才 當然要先以中國大陸這邊優秀的人才為主 這背後是基於什麼樣的產業戰略思維 我覺得他的戰略高度就是一個國家的高度 因為以前像日本做過這種全球搶人才的計劃 新加坡做過全球搶人才的計劃 都是國家站在戰略高度上面 去為他未來發展願景去找需要的人才 那我們猜想一下任正非好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他的粉 所以我不能夠說我真的理解他在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想華為是領先數字跟智慧革命 數字革命的領先者 那他現在說將來要做的是 叫做百魔千太千行萬業萬物互聯 從他最後要去的這個地方 你倒回來看 他現在我查了一下他2023年的研發 已經到了1647億人民幣 那麼佔他全年收入的23.4% 這數字是非常高的 平常的科技公司時常是在8到20 20已經是非常高了 他在23.4 他10年累積的研發費用超過了1兆人民幣 就1萬億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今天有一個新的計劃 他一定有一個新的方向 過去他一直都是一個佈局者 譬如說他很早就在研究自己的芯片 所以當芯片被卡波茲的時候 他很快可以 至少他可以先做一個平行系統 然後慢慢慢慢地再轉型到 他自己的單一的系統 鴻蒙 所以他會做什麼呢 從他現在要應用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可能不是這些年輕人 因為他有幾個 在全世界他所支撐的比賽 譬如說Optica 在2022年開始就是光學的 就是他去向全世界 要求這個高靈敏度光學感應器 和探測器的這種比賽 他每一年都有不同的題目 所以光學他已經有了一個很重要的比賽 那在存儲就是AI跟存儲上面 2024年開始有一個新的Olympus 他有一個新的奧林匹克 他要做提升存儲技術的性價比 以及全面開發人工智慧時代的 新型數據基礎設施 所以應用的部分 就是他今天要去做百魔千态千行萬業 跟萬物互聯的東西 他會用已經成熟的頭腦 用比賽的方式去找到最好的Solution 那我們想想看他這些年輕人要做什麼 我認為就是前沿 如果是前沿的部分 那就是回到了基礎 數學 光學 量子 這種非常基礎的 可能應該還要再加上一個材料 這四個就是屬於 數學是一切科學之母 所以他找的這種年輕的科學家 年輕的天才 應該是有一個比較長遠的培植計畫 就好像我們當年看到前學生 後來看到馬偉銘一樣 他們都是從Basic Science 最基礎的那個部分開始 對 而華為跟美國的現在那些大的 七大科技公司最大的差別 也是在這裡 七大都在應用層次上面 而華為是從基礎層次開始往上走 所以現在這些年輕的天才少年 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 會來自於數學 光學 量子跟材料 薪水給的真的是蠻高的 重金之下 你要夠聰明才行 也要拿得起才行 要拿得起 但重金之下必有天才了 那麼現在除了中國大陸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越南 他們也是雄心勃勃 因為今年5月 越南計畫投資部就表示說 越南政府預計要撥款 26兆越南盾 執行半導體人才培訓計畫 而這個資金將用在若干地區 來建置研發中心 分配給各大學 進行5萬名半導體工程師的培育 那麼被譽為是 越南張忠謀的 愛福提創辦人張家平 他也聯手揮答 喊出說每年他們要拼 拼什麼呢 培養5萬名工程師人才 根據台灣商周報導說 越南每年能產出的 IC設計人才數量 已經超越了台灣 報導內容是這樣說的 他們一年大概可以有 2000位IC專業畢業的學生 而台灣大概一年 最多只有1500位 當然這因為少子化 可能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所以江老師你怎麼看 越南現在要大量地 培養半導體人才 未來半導體勢必是一個 非常競爭的場域 不過越南的產官學 它們連結的優勢跟短板 各是什麼呢 越南其實前一陣子 在幾年前 台灣一間非常大間的 IC設計公司 跟國外的一間 IC設計電子公司 還有協會 跟我們國家某個部會 其實有去越南 去弄個專班 來訓練大家去做IC設計 然後也承諾說 會給就業金卡 然後最後到這些學生 當時大概有200多個學生 當時訓練完之後 結果想說 你應該可以來台灣工作 結果這些學生都 因為講英文 所以大家都跑到 會說英文的國家去 而且那邊的工資 也比台灣來得高 你的配也比較高 OK 所以 從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發現說 你的人才 不外乎就是自己培養 跟或者是吸引 國外的小朋友 來台灣讀書 那再來就是去挖腳 其實我後來 其實跟一些部會 還有一些廠商有聊過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是 因為雖然說我們國家 在推行雙語化 但是雙語化 是對自己 國內的小朋友 對外 去出去 去打拚 那其實 你要讓這些 國外的人 或者是國外的人才 能夠來台灣 最主要一個部分 來不來 流不流 我覺得其實 他會不會說中文 那比如說 我到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 去 發覺說我講英文 那發覺大家好像 也不太能很理解 或者是 大家會講英文 可是你就是感覺說 這裡就是好像不是 我很喜歡的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國外讀書的時候 是可以吸家代卷的 那台灣很少學校 是可以讓你吸家代卷的 尤其是那些對於 比如說一些 中東國家 或者是非洲國家 那這可能也是台灣的 一部分的問題 那再來我們 以半導體來說的話 IC設計其實可以 不太需要說中文 因為它就是在寫一些程式 那但是你進到工廠之後呢 那工廠的其實很多 現場遇到緊急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是很快的說中文 那我如果今天反應不過來 它是惡惡想半天 它可能就覺得說 好像你不是我要的集戰力 你就不太會去做一些比較 比較高級的位置 那我這邊有一個手板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這就是目前 台灣在半導體的上中下游 它所分佈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可以拍得到嗎 我們可以看到 IC設計的人 它其實佔了整個半導體產業的16% 再來 IC製造有34% 再來就是半導體的封測 它其實佔了41% 再來就是半導體的材料佔了7% 那剩下是IP跟EDA工具 所以是製造跟封測這樣的大眾 對 那其實是比較屬於勞力密集一點點 那為什麼大家都會去集中火力 在IC設計人才 不管是台灣的金創計畫 或是其他的國家 現在發覺好像都在砸IC設計 為什麼 因為其實IC設計 我需要很好的頭腦 那我的設備投資不用到那麼高 那我就可以做到非常源頭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去下單 讓別人來製造 但是你看喔 其實IC設計的人 並不是這麼好訓練的 你看其實我們就發覺說 IC設計 進去IC設計產業的學校 以陽明交大 城大、清華、台大跟中央為多 那剩下的 比如說你看發覺說封裝 封裝為什麼都是明星科大、正修、高科大、逢甲跟南台呢 是因為教育部 當時有補助一個類產線 讓大家就是在明星科大訓練完 或者是在鎮修訓練完 就可以到附近的工業區 園區裡面去上班 所以其實每個產業 或是半導體每一段 它都會有自己的 它自己的一個算是生態系 是 所以剛剛提到像是製造、封測這些 雖然說佔大宗 但畢竟它被可取代性是非常高的 這個30%的頂尖人才 這才是需要想辦法去留財的部分 當然台積電也在想辦法留財 因為說到台積電 其實可以看到最近受到美股的影響 台積電最近也大跌 美國股市也是在經歷了一個禮拜的震盪 影響到了雅股 包括台股在內 美股在26號終於全面收紅 台積電ADR上漲了1.04% 收在161.94%這個位置 而台股這邊的台積電 股價從千元大關跌破了 就是到了920幾塊錢 那麼被認為說是因為川普日前 接受採訪的時候指出說 台灣搶走美國的半導體產業 這句話有關 不過台積電也回覆記者表示說 目前所有的設廠計劃都是如期進行 包括在德國還有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 都是按照計劃在進行 對照最近一次台積電法說會 台積電表現真的算是不錯的 2024年第二季營收208億美元 以美元計算的話是高於原本 預期的獲利表現 毛利率也優於原來的預期 而且對於第三季的展望 台積電是說呢 預期在智慧型手機還有AI相關的商機 這些帶動之下 表現會優於預期 可是台積電基本面是好的 重點就是在於這個不可控的 地緣政治風險 還有包括像是剛剛提到的川普 動不動就提出所謂的台積電威脅論 這種口水 台積電的影響怎麼看 我們應該這樣說就是 只要是跨國性的企業 它對地緣政治都很敏感 因為你如果是一家公司或工廠在台灣 那你就是在本地受到本地政治的影響 但是一個跨國企業 因為你可能佈局全世界全球 那你就免不了會受到地緣政治變動的衝擊 那比如說像俄烏戰爭爆發了以後 那很多歐洲的銀行 歐洲的航空公司 可能當初借了很多錢給俄羅斯 那因為俄羅斯受到制裁 所以當初他們租給俄羅斯600多架波音飛機 現在全部都不能飛 全卡在俄羅斯裡面 是 那這個就是地緣政治的影響 那台積電 它現在當然是處於全世界金元代工的龍頭 所以它還相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因為現在它就是大家捧在手心裡面 你要晶片你必須要找台積電 所以它在一定的程度裡面抵消了地緣政治的影響 但是你會不會一直持續保有這個位置 或是你是不是持續佔有這樣的優勢 那你的競爭者會在哪裡 你的競爭者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或者是你自己有沒有可能 未來在某一個時間點 那可能因為歐洲最喜歡用反托拉斯法 因為你的影響力太大 然後你現在在德國設廠 在美國設廠 在日本設廠 結果最後人家在歐洲法院跟你起訴 結果台積電被分割 對 這都是有可能 那這個都是地緣政治伴隨著帶來的風險 是 張老師補充 其實我覺得要看 因為其實川普這樣講 我覺得還是回到剛剛講 我覺得是選舉考量 但是你要看 台積電說穿它其實只是晶圓代工 大家不要忘了 但是晶圓代工完之後東西去哪裡 你要問Apple啊 對不對 你最後的組裝廠還是在亞洲啊 所以為什麼他們就說 你亞洲或者是亞洲人把我們的工作都搶了 是因為你自己的品牌商 在亞洲設廠 所以我不得不 因為成本考量嘛 所以我這邊弄好之後 跑去那裡組裝 跑去大陸組裝 跑去印度組裝 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導致說 看起來好像在亞洲過分集中 是因為一開始你們不想要 花這麼高的成本來養這些東西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像在這個時候說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對 所以總算聽到了 Raymondo說了一句誠實話